一瀉事 一瀉情 一瀉豪音樂 聽見冬天的離開 我在某年某月醒過來 我想 我等 我期待 未來卻不能因此安排 陰天 傍晚 只窗外 未來有一個人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還有過幾個晚在來 我遇見誰 會有怎樣的對愛 我等的人 他在多遠的未來 我聽見從來的地下還要開 我擺著對 拿著愛的好嗎 陰天 傍晚 只窗外 陰天 傍晚 只窗外 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愛要怪幾個晚才來 我遇見誰 會有怎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遠的未來 我聽見從來的地下還要開 我擺著對 拿著愛的好嗎 我往前飛 飛到一片時間海 我們也曾在愛情裡受傷害 我看著入夢的入口有點窄 我遇見你是最美的意外 總有一天 我的迷地會掘開 你怎麼這麼快就推了咪咪呢 真的 搞得我清了喉的聲音 好像領導一樣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沒錯 很多人都說 有頸長的感覺 有頸長幾公分 慢慢聽就好 正常 如果你是剛剛第一次聽這個節目 就最後一點說這個節目的名字 這個節目的名字叫做 一瀉事 一瀉請 沒錯 逢星期六日晚 都會有Hugo 和阿芝出現 在FM974 珠光經濟廣播電台 對 現在說話的是Hugo 接著口這個就是阿芝 阿芝 感冒 這麼老套 我們開場 會不會很老套 要怎樣噎啊 不知道 飛來飛去那些 天地英雄那些 可能新人也是這樣 輕輕的感冒 為什麼呢 國慶玩得好 沒有啊 國慶力我啊 好啊 很緊要啊 你明不明啊 你出了外 我沒辦法 手在說 萬一有什麼事 我都可以 萬一我的粉絲有什麼要求 是啊 我都會認中 你很奇怪 國慶七日流場 沒有粉絲請他們吃飯 你走了 你去哪裏 你加改一下吧 我和朋友開車 從廣州去到 廣州去到 少慶 少慶到吳州 吳州去到 黃果樹 九州 去到桂陽 桂陽去到黃果樹 我聽說你們的車幾乎散了 二人都沒有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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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搞這麼長途拔洩 這麼辛苦的旅程 因為同行的朋友 是不敢坐飛機的 你認識什麼人 其實我們不是喜歡越野那些 還要很傻地開了 很漂亮的車 真的散了 然後從黃果樹去到桂陽 桂陽去到熔岡 三岡 松岡 鎮 鎮 對 搖族 短群搖 花群搖 洞族 那些 一直回來 然後回到桂林 楊索 在楊索 這是什麼西街 對 住了兩晚 七日晚才回到桂陽 七日晚才回到桂陽 對 對 本來就離開我去 誰知你根本沒有預算我這樣 三十日晚 十一二點才去出發 你真是 搞得我們怎麼走 本來我跟朋友說去 買飛機票 我朋友就不好意思跟我說不敢坐飛機 我以為她想了一個理由 又想了一遍 最後一段你怎麼知道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跟我說我不敢坐飛機 好 好 不知你們去哪裡玩 無論如何 我們節目都一樣 照常 觀眾都很累 七日在廣州 每天都在看信 先把好的信選出來 真是 真是 真是辛苦 因為自我檢討 因為Hugo 一上班這星期 你不知撞鬼 好鬼忙 不要說逢 那邊看 一封都沒有看 嘩 這件事真是搞得我 無論如何 我們都選了很多很棒的信 想不想聽我的旅途很可愛 還有嗎 是的 除了辛苦沒有什麼說 話說 有一晚我們為了看這個 其實有一個叫什麼 洞族的寨 十八層的塔 樓 不知道 然後附近有一個地方 叫洞族大哥 一個唱歌 有表演的形式 大哥 什麼人物 要去見一個大哥 什麼人物這麼重要 都很大哥 你知道嗎 怎樣大哥 他們曾經去過巴黎 震驚巴黎 對 這種藝術形式 那當晚有沒有震驚你呢 我們很搬山月嶺 下山洩水 走到晚上 去那裏住索 借宿一宵 誰知道 因為很多旅行團都走過那條線 我們去到晚了一點 沒有一個相似的地方 其實最相似的賓館 和最不相似的地方 最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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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掛了一扎鐘 你知道嗎 巴黎扭軟 不相似的地方 沒有掛 什麼光什麼震 都要掛鐘 最好笑的是 香港的鐘 跟紐約鐘的時間一樣 我跟他說 他沒有電 你時間錯了 他是香港時間 怎麼跟我們 你這麼餓 這麼厲害 收了 那個大哥 對 如何教你區分 刺養的賓館 和不刺養的旅社區別 就是 有五小時 分別有巴黎 東京 紐約 香港 隨便 這些時間 我們找不刺養的旅社住 房間 是沒有洗手間 一層公共洗手間 這個人也無所謂 出去玩 但最特別是 我們房間對著樓梯口 對著樓梯口 都沒有什麼特別 最特別是 我們房間的燈 在室外 那你一萬所幾次驚訝 不計其事 我跟他說 他跟他合作 那些人好 他不在一刻 他按了燈 然後自然自然自然 怎麼不亮 他就壞了 怎麼不亮 然後他走出去 搞了 又要按起來 開門 然後走兩步 關門 然後關門 關門 回去睡 還沒睡 還沒睡 又被人按上去 哈哈哈哈 都可以 最後 想了解不行 找一張紙仔 先生萬苦 他又不是正規女店 正規的賓館 會有些便遷 突然找一張紙頭 寫著 開關嗨 四個字 連在那裡 拿粒飯 連在上面 結果人家都是 按我們的燈 沒有反應 再按旁邊的按鈕 再按燈 然後說 太過關了 關隊更加美容 哈哈哈哈 是一萬多 一萬多 都好些 都好些 今天開燈睡 有的 如果真的 我們有這樣想 我們有這樣想 戴著燈睡 然後又不關掉 誰知道人家突然關掉 知道嗎 人家上來 看到樓梯 走廊沒有光 又一按鍵 以為開機 又懂鬼 真可憐 好啊 不過值得 沒錯 當然這種旅行童 即是飛機 旅行童 旅行童 兩回事 沒錯 講完好笑的事 其實我們的信 都挺搞的 對 對 首先選擇這封 這封是這樣的 話說九月下旬 某一天 本人去本人就讀學院 參加廣播台的面試 新生 新生 新生又學 以前叫廣播站 現在那是台 對 全部叫台 台和站 有什麼區別 台威 聽起來會不會 台是無線收的 當然不是 我想都是高音喇叭連線 這樣去 不知道 有知的朋友 以前 英文 四級聽力 真的無線收 沒有人發副耳機 但每人發副耳機 專用接收 學費在那裡扣 不知道是為了 忘記了 本人懷著 輕輕有些激動的心情 去到面試現場 見到面試考官 我就將我的偶像 你們兩位 以及和你們主持的節目 介紹一番 講到我如何 我如果可以去到廣播台的話 我會走你們的路線 這樣無色 結果怎樣 這條路很難走 很難 每個人走得不是這樣 對 對 對 誰知道很不幸 都說了 沒有人知曉你們的節目 那些考官當然不知道 應該有學生做考官 我想 即是廣播台的台長 站長 都不知曉 都不知曉 我們新人要努力 努力一點 努力一點 再講一次我們的節目 叫做一些事一些情 逢星期六日晚 珠光經濟台 請各位大哥 我叫Hugo 隔壁叫一支 沒錯 你知曉得好 至少不說這個節目好不好 因為只有G 對 怎樣 接著呢 雙心之如 又帶點解脫的心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們實在太大鄉里了 都好 怎麼會連全廣州 大致全廣東最受歡迎的節目 都未聽過呢 好 馬拉上來南中國最受歡迎節目 廣播 果然是粉絲 粉絲 粉絲 真的 就算想不到都自己拿回衣服 什麼呀 大哥 我的粉絲 我的粉絲是廣播台做的 是電台做的 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做過廣播台 曾經好像... 你有沒有 那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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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沒有咪 那一集就沒有咪 現在去到台才知道哪一集 就是新人 他們還問我是不是你的節目 不搞笑 那些考官說 即是我們兩個 他們的節目怎麼會有這麼高水平 我覺得問題出現在這裡 可能認識者表現得不好 是啊 是啊 你表達不出我們的精髓 馬大哥 不是說 真的 影響了我們 雖然我們沒有什麼精髓 影響了我們在你考官的印象 第一天就很重要 今天怎麼樣 走我們路線這個粉絲 走我們路線 走不通 好難選 你知不知道 現在你看到你發信來 就講一個原因 其實我們很怕走我們這條路線 所以我們買通了 考官說不讓你去 你先走我們 用什麼踢走我們 一走就學會 那些人 真是我們路這麼好走 這麼簡單 尤其一對咪 說話就可以了 收聽到你這麼高 怎麼辦 太容易走 我們做了四個月 五月份組 輕而易舉 就做了 朱光宇台 星期六日 除了前面的十幾個節目以外 最高收聽到的節目 真的難得 很難得 星期六日只有二十幾個節目 收聽到的比我們 之前那些 即是計時間 沒錯 沒錯 我們是新人王 禮貌取勝 結果我是普通話發音方面 考試被人發現我的不捉 如果我進去 我也很後悔 因為我聽到 校園廣報的數字 的確很一般 酸 一個字 酸 什麼學校你又不說 說什麼學校 讓我們去提高水準 言歸正傳 既然這個節目是講感情 就是講一些感情方面的事 話說面試當天 本人見到一個非常不錯的女生 但是 我是被她先出去面試 無從得知她的電話 只能講過不超過十句話 就裝模作樣 走 你裝什麼 你看看我們節目 你裝什麼 加些十五個問號 實在知道 實在我知道資料是不祥的 你們都可能難以幫到本人 算 又一個字算 你什麼都算 你多隨便 聽節目 算 立即有人回覆你 肯定大差別 台字之五不 暫字十不 相差成倍 你看我們的朋友這樣 我們說話 我不知道是否數過 你有沒有數錯 我沒有認得數 台比暫大 不錯 想跟我們溝通的辦法 通過手機都可以的 剛才有朋友說去應視 想走我們的路線 結果 算 算 一個字算 也好 學多兩夜 可以學得好些 這個路線 其實挺好走 是啊 然後這封 把炮 不過我還未找到 找到了 找到了 這封把炮 這封 你們好 兩位節目主持人 最關鍵這句 靜靜地聽 其實我也是主持人 什麼主持人 是不是站了 廣播台主持人 當然不是 是台 沒錯 我是廣西南寧人民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我主持人 我主持IT節目的 叫Peter Peter 真是同行 同行 其實我印象中 很少有些主持寫信給主持 你寫信給主持嗎 還未 對 我想也未想過 是嗎 他有什麼事 可能是未做主持之前 有些偶像會寫 做了就不會 對 朋友說一下 肩膀也寫什麼信 港西南寧人民廣播電台主持人 IT節目主持Peter 有什麼事要我們幫他搜 他說我在網上 都下載你收聽你的節目 我很喜歡聽 最近初戀五年的女朋友 跟他們公司一個男生 男生對他好 當然 追女生之前一定會好 是的 我真的很傷心 我很想挽回這段感情 但由於我以前工作的原因 沒有太多時間陪他 有時我們台組織的活動 不能帶他去 我知道他會很寂寞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 由於這個原因 我也分析過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要做什麼 他說他不會給我任何機會 我真的很愛他 我也很擔心 另外那個男生會對他不好 我知道那個男生很花心 兩位幫忙 我應不應該去擔心 我有什麼辦法令他回心 這件事 他不是說聽眾 他落款是忠實聽友 我多喜歡這個 Fan來吧 Fan來吧 沒錯 聽友 Peter 當然 他拍了五年拖 可能慢慢去到大家都習慣 那個階段 不用說當初很興奮 每天要見面 你又要節目 我又等你去看電影 當時突然有一個第三者出現 很熱情地 給他一些驚喜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對方很熱情 女友覺得那邊 好像當正是老婆 很淡 突然有一個新鮮 就會覺得 很開心 跟他 這件事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可能會發生在你們身上 嗯 是 那怎樣幫他 現在 你說知道那個男生很花心 其實 我覺得這是冰家大忌 什麼冰家大忌呢 就是說 你如果知道那個男生很開心 不是 很花心 很開心是我們 很花心的話 你千萬不要跟女生說 哎呀 我很擔心你 因為那個男的 我聽別人說 甚至乎有些真憑實據 知道是一個很花心的人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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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件事 女生的角度 有時候女生很差 是嗎 對呀 女生覺得 哎呀 你這麼好風道 你輸了給別人 到處說壞話 是 更加看低你 對呀 不是他想著呢 他是這樣想的 你跟我一個說 肯定不單止 肯定在街上唱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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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uh 胡abe 嗯 ú 真是老老實實,追女生這回事 隔不中認錯,有什麼所謂 Hugo,連租都認不少錯 認錯人了 說回頭,我相信 女生跟你對你很心軟 女生很感性,很容易被你感動 五年中,你無論如何都會感動一下她 如果你想來想,五年之間 你們之間沒有什麼值得感動的東西 應該有它 未到七年之樣就散了 好,我希望我們都可以聽到你的節目 我們Peter,我們都是你們的聽友 IT節目 好,希望你可以聽到 今天回覆你,不知道可否令你滿意 還有那件事,Hugo說真的 解決那件事應該沒問題 解決那件事 而且那件事,如果你不對,你認錯 如果是他不對,你也認錯 你也認錯 Double認錯,沒問題 那就沒錯了 正所謂推一步海闊天空 小不忍側亂大謀 聽友 好,是朋友 聽友共面之 好,是朋友 這裏有短訊 3101這個朋友說 哎呀,我就是藍寧來廣東實習的 哈哈,讓我猜猜那個主持人是誰 他是否某個主持人 改了名字 來的節目來問你 因為是Peter 可能他的節目名字不會用Peter 是的,因為我不知道他是誰 對,但我相信在一個電台裏做IP節目的會不會很多 IP節目在一個電台裏仍會佔很大的份量 最多是星期一次兩次 就像我們的台 沙布 對,就像我們的節目一樣 每次都做兩次 感情IT 走遠 對,回我看就知道 好了 還有人問你,Hugo 這個短訊話 對 有朋友說 哎呀,這麼笨 燈泡拆下來就不會又開又開又開 你現在是女店 大哥 這個問題我都想過 但我當時看到燈泡 可能那間房子 起回來是做 一開始起 初衷不是做女人 那做甚麼 做複色的 做複色的 很高的樓頂 當時我們就試試 把椅子放在桌面上 來拆 把椅子放在桌面上 然後把椅子放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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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有這些技巧 我們明早上出街賣藝 要求白 北京時間22點剩 後面之後是Fan 後面又來了 繼續是一絲絲情 繼續有Hugo和阿智 剛才聽一下我們前半小時 就講了一些情信 讀那些還有來自 南寧廣播電台的一個聽友 Tita 剛才也回覆了你 希望可以幫到你 有些朋友繼續在罵我蠢 怎樣 插保障師 想不到你 其實當時睡到眼睛 一開口就罵人 哪想到那麼多 這件事我們都想過 但那個小燈是沒有保障師的 如果是就拆大小燈 整層樓都沒有 這位Fan就說 對呀 我們學校的廣播台 有網頁製作部和記者部 現在大學真的這麼厲害 再回去讀也好 為什麼沒有一些 不過我們 可能在大學中 受歡迎程度差 你沒有說 怎樣 如果不是我看到其他DJ 人家有邀請鹹 去廣播台做嘉賓 對呀 真的有嗎 對呀 你覺得我們倆有沒有機 我們做多年多 新人現在沒有人認識 但我想校方不允許我們倆出現 對呀 現在我們要這麼善情 才會說情 很難的 要平衡一下 有機請我們倆說的話 對呀 你可以做音樂的 對呀 同一聲音樂 對呀 對呀 好 接著呢 這個Fan從節目一開始 總是說我們自己是新人 其實你們都不算太新 連我爺爺都知道你們 小豬上 這個只能夠證明你 爺爺接受了新知事物快 老當益作 不敢 不敢當明 好爺 好爺 爺爺你好嗎 真的嗎 這麼晚還沒睡 真的 這樣 這位Fan說 這位是否一聲是一聲成 是單聲 那我怎麼辦 這樣算不算單聲 我們雙聲兩把聲 單聲道 然後 這個就是這樣 這位主持人很傷心 他自己不是說我們兩個 我真的當徹底放棄了 我其實很喜歡他的 他現在徹底放棄了 但因為他太優秀 而拒絕了他 我現在很後悔 怎麼辦 有這樣的事 因為對方很優秀 而拒絕他 是不是很自卑性格的人 會不會有 對呀 總是覺得 愛武明天 愛武明天 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世 對呀 他玩我而已 兩天他就不理我了 其實不是這樣 愛情這件事就是這麼怪的 就是這麼盲目的 就是這麼難以令人自信的 一定可以的 如果不是愛情這麼樸縮迷離 我們的節目怎麼會這麼熱 不要說熱 根本不會誕生 是呀 樸縮迷離 如果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 那我們做什麼 相信自己 往往就是這樣 其實他有他優秀 你有他優秀 當然是這樣的 這位朋友說 這樣 他說 我是大三的 因為我身高超過一米8.5 185cm 還未認識合適的女生 我很想認識一米62cm以上的女生 請兩位專家幫忙 這樣 他一米8.5是嗎 差13cm 那怎麼辦 我們很難幫助 Hill哥你手頭上有沒有這麼 手頭上 一米1.62cm以上的女生 我做批發 當然 你選擇 那怎麼辦 怎麼幫助 去到這麼細緻 你這樣 我跟你說 這件事就教一下你 其他節目都教不了你 你首先 在這個 你笑什麼 我想知道 其他節目教不了你 是一個你經常見到的參照物 比如說你家裡的柱子 或者你床旁邊的牆 或者衣櫃門 或者某個歌聲 類似這麼高 不不不不不不 即是某個參照物 上天 你自己計算面上162cm 再參照現時的鞋子 通常就是鞋子 一般如果讀書 比較Casual的女生 穿波鞋 你只能加2.2cm左右 最多不超過3 畫一道紅線 有空沒事就練習這條線 在不同角度看這條線 離開一步看,離開五步看 看這條線 以後你練習到自己的目光 只能看到一條線 你明白嗎? 不是 下面都看不到 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1米62 是1米62 對 這樣就行了 如果你練習到這本線後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你應該是1米62 就凡這句打散 你就一定贏成功 其他節目能否教你 你別說目差這件事真的要練習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新鮮紅魔龍公司 他就行了 他目差很厲害 他跟我說他是所有的女生 他一看就知道他身高 身高三位 全部 他説不差1cm 是嗎? 即是正負不差1cm 他看的時候有沒有穿衣服 他看你穿衣服 他看你穿衣服 他看我都知道 穿上太空衣服 綿納的 我真的相信他 那你就不要太太生氣 專門說 但要練習很久 因為他要見過很多人 有這樣的經驗 這樣就行 那你就不用練到要看出來三圍 一米六二 一看 這樣就行了 這都幾米 你練到這件事 你就憑這句答散 我猜你一米六二 對不對 但這句答散是看情況 那是怎樣 因為你練到目測是很準的 你很準的時間上 你往往是查到一個女生 是高多少cm 如果你看見一個女生是穿高跟鞋 這樣的話 麻煩你多說一個cm 你明不明白 一測目測都會一米六三 你跟她說 小姐 我猜你應該一米六五 這樣就很開心 很甜 因為1cm 越甜 1、2cm 痛死女生 這個辦法 到時你就 你不行 實在太高 猜不到我猜你高過多少 沒有一米六二你都說到她有 是 如果再去盡一點 從一米六二 每一米畫一個刻 一直畫到一米 一米七零 或者一米八零 即是說你好像練跳高 一米一米一米 這麼攻克 攻克 你真是準 目測 到時我介紹你去那間公司做 變成職業 先測身高 有人馬上回應她 我剛好一米六二 你想不認識她 你 這個7288的朋友說過 一米六七 不如介紹我 Helen 一下子這麼多人 反應 以為我們如何只好 有人說你 又說你計錯數 小學也算是 基礎沒有打好 對 一、八、五、四 等於十三 不是十三 小學基礎差 你高數學這麼一 有什麼用 算數這麼差 真的 我們 就是練高數學 我們就是練高數學 我們就是練高數學 沒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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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當數 其他不學 算數這麼差 算數算氣 大哥 好 這位 這位朋友 還在糾纏於我房間的燈的問題 他有沒有搞錯人 換房 出錢就上帝 但是你也沒有消費意識 大哥 當時我找了整個縣城 只有三間房 你真是一點沒有1、2、3、1、5的意識 我們整個縣城只有三間房 大哥 我們把兩間房 住不住 住不住 所以說你真是 沒有什麼出門經驗 那就是這樣 下次我把膠布黏住他 壞壞人這位 0289的朋友說 糟糕 你們敢教人 如果錯誤不到那些1、6、2CM的人 這樣迷死 那會死定嗎 上課當錯誤不到 即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說碰不到那些1、6、2CM的人 那會死定 叫我們不要叫他不離不棄 一定要找什麼6、2 勸他想開些 6、3、6、1 你也可以考慮 你這樣 叫我們釘 叫人釘著一位6、2 你不是說 這個朋友跟我們說得有道理 首先Hugo這樣不換房 有整晚著燈 死了一面鏡 其實你可以一路一路三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是 一路零 要走出這個誤區 沒錯 多謝這個朋友 好 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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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讀信 如果Hugo這個朋友 有些比較長字數的感情問題 發電郵給我 沒錯 就是我們的情商 是 我們是逢喵必看的 是 每次說到這句話都輕輕有些汗眼 輕輕有些暗言 好 這封信 同一是發到我們情商中的情信 是 第一句 第一句 誤讀不行 所以我堅持發多幾封給你們 這件事是錯的 我們逢喵必看的 我們逢喵必看的 其實如果你發多幾封 亂住我們遊商的空間 令到其他聽眾的Mail 不能回到你 入不來 那你不適合 是嗎 一封也會看到 沒錯 再一次說說 大家如果超過三封 同一個內容 連續超過三封發覺 三封都不看 我們馬上刪除 我們在暮路上有 我們馬上刪除 有一封都不看你 好嗎 是朋友 對 對 除了跟我們兩個朋友 其他聽眾都是你們的朋友 對 其實所有在聽這個節目 和在做這個節目的人 全部都是朋友 好 這封一定讀 他說不讀不行 就讀了 對 讀醒我開頭 他這樣 他說 救我 你們一定要讀 求你們幫幫我 愛你的人 和你愛的人 你選擇哪個 一個人愛你 我發瘋全心全意的愛你 可視你或者對他毫無感情 一個人 你愛他 我愛死去活來 將他當成你的全部 但他並不愛你 這樣 他說 愛你的人和你愛的人 你會選擇誰呢 他說 我現在陷於困境 很難 對 我暗戀了一個男生N個月 但我是女生 我沒有膽表白 加上我害羞 我是那種愛冷樂熱的人 我怎樣做 喝涼茶 清樂熱 降火 喝涼茶 同時 我一個不太喜歡的男生追我 他真的很煩 可以說我很討厭他 我現在喜歡的那個男生 雖然好像花心了些 不過人都很溫柔 他對我忽冷忽熱 你又要喝涼茶 涼茶真是好 因為我們之後有封Email 關於涼茶譜 我也不知道怎樣算好 我很矛盾 因為我跟這個男生都挺談得 有一些愉快的經歷 我還記得清清楚了 不過他好像不太喜歡我 但我又不確定 面對著另一個追求我的男人 我又很煩 我來講講這兩個男人 說了這麼久才入正宾 A君 是我愛的人 即是暗他的人 他的優點是溫柔 第二點很重要 有錢 溫柔加有錢 溫柔有錢迷人 最主要是我喜歡 是呀 難得一個喜歡 是 難得有成人 他的缺點 比較花心 好像不是很喜歡我 又好像是 不是 好像不是很喜歡我 但好像又是 自己沒有辦法 沒有感覺到 B君 B君 經常追求他 令他有些煩的人 是愛我的人 他的優點 都很威 怎樣 優點是多威 都很威 威在哪 都很威 什麼威 總之很威 總之很威 比陳廷威 他的缺點 很討厭 沒有什麼人喜歡 我都不喜歡 這麼喜歡就算了 這個人是追他 是呀 他又很小 很威 認識他 很威的男朋友 我如何選擇 接著10個問號 兩位情姓 HELL ME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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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個求字 對 好了 這樣呢 怎麼辦 他說他自己不喜歡 他可能都很欣賞對方的優點 威 其實我這樣想,無論對方怎樣威風,既然你都不喜歡就怎樣? 還有什麼好搞作? 而且很討厭,沒有什麼人喜歡你都不喜歡 因為多威風你都沒有用 你自己都不喜歡,到處有給你壓力 威風你威風就沒有用 那倒是 你完全排除視線範圍 另一個 另一個就是你暗暗他 他對你忽冷忽熱 但他的優點是溫柔有錢迷人 缺點是比較花心 我覺得輕輕有些錢的人都... 都花 都不是選擇會多些 在多選擇之前就花心 只要人就是這樣? 給多些選擇他就花心 你試試像智叔那樣 經過那些五幾年、六幾年那些 那些沒有什麼選擇 如果我們節目這樣做 就遲了三幾年、二幾年 那些沒有選擇去做糧店 只有一種米的時候 他一定... 他何來花心 沒有選擇就買這隻 那時候是一倍的米 找糧票 但現在超市有30種米給你選擇 你一定在這裡選擇來選擇去 對不對? 你怎會為花心找理由 你這個人 不要相信那個人 其實很多人不花心 所以我解釋 如果是由於自己很多優點 而多選擇 那麼這個就不是花心 對不對? 或者選擇一樣定了 那他就永遠是這個 對不對? 比如說有人喜歡吃增盛絲苗 有人喜歡吃泰國絲苗 對不對? OK 雖然有30多種選擇 但他試了幾種之後 都會覺得增盛絲苗好吃 然後就一直吃下去 到時候 這種人到時候再來哪個絲苗 他不會試的 對 他覺得我選對就是 對 那花心人又來絲苗 對 對 所以花心和不花心人 就有區別在這裏 不是說他選不選 一定要選 當然選好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決定你 應該是選A軍 不用想 不用想 就算他忽爛忽熱 是這樣的 主動的人 在這件事上 就有些被動 主動追人 主動追大人的人 是這樣的 是忽爛忽熱 好 短訊這邊有些這樣說話 他問是不是拍戲 2006 兩位哥哥 小女想問你 前幾天 我們班兩個小情人 在大庭廣眾之下 互相數對方舊事 連K那幾次 跟誰K都在說 難道情人的吵架 真的要吵得像拍戲 這些事後 都覺得是兩小無差 不過 就像這些事 大庭廣眾說完 就是 你不要去聽 不是 對呀 我覺得如果我隔離隔離 不想有一些這樣的事 我也挺樂意的 為單挑的生活 平添一點情緒 我們談知 對 對 講到可能乾燥 聽首歌 有些好音樂 對 有些好音樂 這首應該是新歌 歌名是《我太強》 《我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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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需要爱情包庇 无人受理 令教练参照包庇 我最精明却得到你 那算旅游是生理 我知道世界正局于世事 我都知 关于现象或脱纸 我是博士 最似表演一次 只靠自触是可以 十亿年生不会满足一辈子 生活都不决心头只渴望你 假如 迟关结穿我 奉着我毫无大智 最大投资 将青春给你投资 毫无运气 说过所有的道处 我再坚持你不过天意 即使变得我 奉执我难成大气 家中参态 不想招呼心知己 藏头位置 我永远握手给你 就算陪你 我只想抱你 即使变得我 奉执我毫无大智 床头却不招呼心知己 毫无运气 说过所有的道处 我再坚持你 不过天意 即使变得我 奉执我难成大气 家中参态 不想招呼心知己 床头围着我 永远握手给你 就算陪你 我只想抱你 听着这首是一首新歌 歌名叫《我太强》 唱歌的是关心言 太强 这位朋友也很强 这个朋友说 我现在要面临如同红掌的选择 发短信来 他说明天要参加一个全国的数学竞赛 但又想听你的节目 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搞个模仿大赛的人来参加 是 这件事就很容易抉择 立刻删三机 上床睡觉 是的 因为竞赛这件事 最重要是你休息好就可以了 平时是靠平时的职内 那天我们的节目 你可以上回我们的网站上 单回来听完就可以了 是的 凡事可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些就不妨放弃一下 就让它重新来过 是的 因为全国数的竞赛 不是说每个星期都有的 对不对 没错 好 明天祝你能够做得好一点 是的 如果你是拿到好的成绩 记住说一声 说一声给他听 E-mail 或者用手机短信的方式 短信的方式就是 我想你也懂的 不说了 好像在我们数时之前 我们有一个黎鵬的环节 环节 小测试 测试什么 我先不要说测试 不要测试 心理测试的问题就是 当你看到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连续剧的时候 你会想像剧中的男女主角会有什么下场 即是要你自己来斗这个结局 是的 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连续剧 到某个镜头突然间定格 没有结局 让你去想 给你一些空间想 你会想像剧中的男女主角会有什么下场呢 A A就是有情人忠诚捐爽 我会 皆大欢迎 B就是男主角死了 哎呦 最后男主角死了 这是B的选择 C就是女主角移情别戀 外上其他人 对了 而这个D就是两个人失去了联络 永远永远地分开了 B C D也挺灰色的 A就是有情人忠诚捐属 B就是男主角死了 C就是女主角移情别戀 D就是两个失去了联络 永远永远地分离 究竟你在爱情方面是属于怎样的一种人 是的 这个是测试你感情方面的一些事 没错 至于测试什么呢 当然公布答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立即将你选择答案 我们看看在我们听众当中 究竟选择A 选择B 选择C 选择D的分类 哪种人会选择多些 哪种人会选择少些 是的 这样就可以发到我们的节目中 在节目时间以外 其实都可以发 我们在平时都可以看到 你们发来的短讯 是的 好 再跟你说 好 一些事 一些情 报时之后呢 继续继续 哈 即是你离开 我已情未改 这漫长夜里 谁人是你所爱 花不似尽开 爱潜于大海 假使你怀念我 为何独处感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但我不动书将来 但我正待你归来 在这心悔的难度 共你热烈再相遇 全是我的美梦 但我把冬书将来 但我正正待你归来 就算春风秋如终 共你愿望已不同 还是有点顾问 想征逃 一切事情 就此一丝附奴 会看你我的路 是情是爱 是愿是痛 今天我究竟都不知道 我已远 北京时间22点30分 对了 你现在听的是 珠江经济广播电台 星期六及星期日晚 都会出现的节目 节目名叫 一切事一切情主持是Hugo和阿智 没错 刚才我们在布什之前 会有一个心理测试 就是说 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 你来猜想一下男女主角下场 分别有四个选择 A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B是男主角死亡 C是女主角移情别戀 D是两个人永远失去联系 永远分离 很多的联系 平平五百眼短信泥散 分别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朋友说 我们宿舍 全部都算C 因为宿舍有一个社友的女友 就像C答案 一样 喜而清 别离乱 另外一个宿舍 就是 杀手就选C 就是G 就选D 条径就选B 算B 分门别类 在争取什么 接着 另外那些 我发现在测试中 很多人选D 很多人选D 为什么呢 第二个选A 第二个选A多 B和C相据少些 D是什么 D是新联合络 永远分离 这样啊 大家会不会在对爱情 都是这么灰色 对 怎么办呢 那我们测试一下 现在的人 究竟是什么特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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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先讲讲这条条条讯 他说我选D 我希望感情更黑骨铭心 即是两个见不见面 黑骨铭心 有时 我觉得是比较一厢情愿的想法 永远都见不到面 有时都不记得了 这样啊 是的 这个就是说 我也想算A 但既然没有结果 如果是没有结果 大家不联络 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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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你不是说很容易 其实不是的 我刚刚讲这个短信 其实我还没讲完 他说我选D 我希望感情更黑骨铭心 很多跟我这样的年纪的朋友 就是年轻人 不用捕这个 要不要用年轻人 年轻人 常常都是一个误区 觉得爱情大悲剧 大家会更加黑骨铭心 諸如此类 这样才有跌倒 是的 这种感情才是荡气回肠 其实今晚Hugo在节目之前 就去吃了一餐饭 哈哈哈哈 都咬我了 我也有吃了 怎样吃一餐饭 这餐饭呢 这餐饭呢 是Hugo一个五六年没有见的朋友 从加拿大回来 那些朋友之间是旧 在座都是几位同学 大家说得很开心 但是提起某些人的名字 特别是某些女孩子的名字 当时在场的人 突然醒不起她是谁 这样 是的 其实理论上来说 我觉得 无论当时是多深 其实这个时间 真的可以沖淡一切 试过境迁 所有东西都会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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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当事人聊起来 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感觉 变大了 是的 可能五六年前 听到某个名字的时候 会眼有泪光 甚至乎 哈哈哈哈 很激动 眼有泪光 风里勁闖 哈哈哈哈 融绕很久 这个时候 只不过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告诉大家笑一下 是过去的这件事 所以是可以沖淡一切的 接着这位朋友继续说 他说Hugo伯子叔叔 错了 Hugo伯子叔叔 两位最有 最有礼貌新人王 听说你们给电台加工资 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啊 我们想的 我们变相 我们变相减薪了 真的 都未兴的 不要说一件事 我们还未拍了 是的 没有这样的事 如果是真的 真的可以 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沖淡 不用的 逢星月落宫 我们都会在朱光 播电台沖淡 是沖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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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多用心 就能听到 好 这里也挺过瘾 他就说 哈哈 我老婆就选B 两夫妻一起来听这节目 这两夫妻是不是上次很朗然 哈哈哈哈 庆祝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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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对 不止那一对夫妻 听过这节目的 是 我们这样说 有些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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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 事源之前 两三期 有一个短信发过来 就是说 我和老公在床上 听你的节目 听到很兴致 妄言 然后就点点点 然后翌日的节目 他们又放个短信 他们说 你们节目开始了 我和老公又要开始妄言 哈哈哈哈哈哈 想不到我们节目有些这样的作用 哎呀 真是行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这里 这里都有 我选D 这个朋友说 我喜欢以前一出电视剧 《东京爱情故事结局》 虽然很惨 但是 很均实 另外这个朋友说 我叫coolboy 我选B 我希望女主角 永远记住男主角 虽然很惨 但最令人回味 是的 听到Hugo刚刚说 吃了一顿饭之后 大家还会不会觉得他永远记得你 哈哈哈哈 问 问 因为他没有吃过一顿饭 哈哈哈哈 好 好的 A B C D 最多人选D 我说D是如何 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结局的爱情连续剧的时候 你会想像剧中的男女主角有什么下场 A就是有情人忠诚捐属 A讲起 好吗 A都很多人选 希望爱情结局有情人忠诚捐属的人 是属于传统爱情观的人 这种人对于爱情的看法很浅薄 亦很不切实际 会有这种传统观念和期待的人 本身的爱情经验肯定不多 或者根本没有谈过戀爱 即是假的 A的 是的 就算戀爱过都可能是比较单纯的情况 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 因此会将自己的爱情观投射到电视中 他可能对爱情抱有很好的幻想 太美好了 是的 所以凡是减这种A答案的人 最好不要对爱情 尤其是瓊耀式的山盟海誓 至死不渝的爱情 抱有太大的希望和憧憬 往往一些书和电视 都会影响别人的爱情观 所以我们这个心情测试就是 警醒一下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千万不要抱太高的憧憬 毕竟时代变了 人都变了 如果你的爱情观没有跟上时代 你可能会跌得很惨 很惨 人变你变 不要被那么多文艺作品欺骗了 是的 如果以不变应万变来说 我们根本就不用做这个节目了 我们是见招拆招的 那些要去到很高境界了 不过我说话说回来 这种在爱情的世界中 是很稀有的纯情动物 很乐观 是的 可以一直保持这份真心 或者可以遇到一个纯情的爱人 都说不是 总是会有这么幸运的人 A的人会有一种 爱情心理的透视出来 是的 B是选择男主角死亡的 他希望男主角死亡的人 在潜意识中 对男性的爱情角色 有排斥的影响 如果选择男主角死亡的人 如果选择女主角死亡的人 如果选择女主角死亡的人 就暗示你不希望看到其他男人 就得到真爱 这种心结 很可能是你曾经得到一份 不完整的爱 或者有第三者加入你的爱情 奪走你的爱人 亦曾经被女朋友抛弃 想将这些心理上 曾经拥有一个阴影揭示出来 揭示出来 总之选择男主角死亡的人 对爱情的本质有 有比较深入的体验 不过相对于 比较悲观的爱情观 在潜意识 都有深怕自己另一半 遭到意外身亡 或者其他恐惧的倾向 有些悲观的爱情观 有些悲观的爱情观 甚至乎在爱情的路上 有些神经质 有些神经质 就不太好 其实神经质 跟神经也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好像人家说 两个字和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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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的区别很大 希望不要那么敏感 也不要太悲观 可能选择B 在爱情的路上 总是有些跌撞 跌碰 跌伤 对 对 对 但也不用那么悲观 明天会更好 选择C 就是女主角 移情别戀 如果是女主角 选择这个答案 暗示自己对爱情的定性和定力 都没有信心 可能 做出背叛爱人移情别戀的事 想着自己变不变心也没有把握 对 玩手自己也觉得有时会变的 对 你自己也没有把握 如果男人 选择这个答案 男人 选择这个答案 很明显你对女人没有信心 即使你对爱情有很大的憧憬 都不敢贸然追求 深怕受到这个伤害 这样 是的 是的 所以选择这个答案的人 无论男女 心底中觉得爱情的主导者是女性 即使是男性 你也觉得 哎呀我也是被动 女性那方面才是主动 因此 总是不知不觉 怕你的另一半 女性那边破坏爱情的完美 哦 原来是这样 选择的 我会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是的 即使你是拍拖的 你是男性 你也觉得是女性主导的 是的 没有把握 是的 如果女性选择这个答案 就是对自己也没有把握 哈哈哈 深大深细 连自己也说 怎么说 这个三盟海誓 OK 等等等等 是最多人选择的这个D答案 选择这个D答案 选择这个D答案 就是两个人失去联络 永远分离 选择这个答案的人 不论男女 都认为爱情是靠缘分的 不能够求 不能够执着 爱情宿命的色彩很重很重 哎呀 喂 宿命和你有点相似 你上次不是说 总有一个人在等他 是吗 这种 是吧 这种是乐观宿命 那他就是说 信缘分 总有一些缘分 会留在自己身上 是的 但我最近又听到一个数据 数据显示 即是这个地球上 几十亿人 去了二十亿 年多大的 十亿八亿年多小的 剩下二三十亿 一半男一半女 大家都十多亿 每一秒见一个 你都见到死了 还没见完 只要等 未一定见到 是的 其实有时 数据很残酷 对 你学说 所以这件事 还数据很残酷 你没有任何感情的色彩 就是这样 这里有个朋友说 真不愧是朋友 还记得我们 是对黄言的夫妻 当然是朋友 四三一一的朋友 你真行 当然记得你 那么黄言 还没说完 简直回答我 这种人某一方面 对爱情好看得开 既然一切 既然一切由命定 所以爱人 爱与不爱 就不强求 属于消极的爱情观 这种人对爱情 不敢期望太高 亦不会太注重爱的条件 不过 如果遇人不熟 或者爱错人 很可能 就被悲观的宿命论 害一世 即是注定 没办法 是这样的 令到自己不懂得争取一些东西 所以 ABCD 很多人选择D 可能大家都知道 爱情是 不知怎样 会被人的感觉 就是靠缘分来维系 看看能否碰到自己 好 好 读了一卵嘴 是有点口干 是吗 吞口水时间出现 好吗 好的 好 播一首歌 又是陈慧霖 近期一首歌 Hugo也挺喜欢 歌词也相当好 歌名叫做《他比我丑》 唱歌的朋友是陈慧霖 如果他一首歌 再唱歌的朋友是陈慧霖 再唱歌 我不看一眼绝对不肯走 谁在此刻跟你成为什么 明白事实已经不能補救 我向我尝要看清楚对手 难以见能力太没有要求 感情红灯后 顺势遇到他的关柔盲目的接受 你说今后 无人再动你念头 明日我变会自由 而我伤胆笑就够打被我走 但仅可透你走 内心松口气不用再忍受 若觉得他也虽然世界独有 但我仅可看着你门 爱当直至白首 何解你 研究爱心境也没有内疚 若谁令你突然学懂偷走 我知道他必然有点优秀 我输了所有但说不出口 再用心松口气不用再忍受 其实千天化妆不停加后 看着拼爱我更加的战斗 唯有红灯后 唯有愿恨你太没有要求 感情红灯后 顺势遇到他的关柔盲目的接受 你说今后 无人再动你念头 明日我便会只有 人有的脚再没有打被我走 什么都被我走 用这种方法安慰我感受 自觉的因过去爱你未够 但我心可望着你 爱到直至白首 何时会令你逗留 何月他有我没有 他被我走 什么都被我走 用这种方法安慰我感受 若觉得他也许世界终游 就以祝福送着美梦 要终着到白首 刚刚听的这首作品 Hugo近期都喜欢的首作品 歌名叫他被我丑 歌词写得很有意思 有机会阻止播给大家听 因为我缺乏自己的缺乏 就凡自己一句喜欢就播 没人播给大家听 完全不照顾听众感受 完全不负责任 这刚才我们的ABCD的测试 给了很多人爱情方面的希望给你们启示 这位朋友说 很多人选择B或选择D 其实这涉及了定律 就是人性的二律背反 就是失去了才知道真贵 是本能来的 人性的二律背反 失去就会知道真贵 本能来的 相对于二律背反的感觉 这位朋友更加厉害 Hairfriend 说 有人说过 过得最快的都是最美的风景 相对最深的都是最真的感情 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令到一个人在因因其盼着 指示行话不行能与不能 这个在外情方面 很多人会很擅长 总结出很多的定律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对了 一条心理差异就引起大家这么多感慨了 这个朋友就很有趣 我觉得你是在玩我们的 我读出来 他说两位 我是Niko 今天医生证实了我有抑郁症 你可以帮到我吧 多谢 大哥 听我们的节目的人会有英文声 你不是玩我们 实在不是玩 你从现在开始听的 最多是新听众 新听众 新听众 你听 听到你一期 是 连续听三个星期 每六个星期来一个療程 然后多少个療程 总要多少个療程 看看你重不重 如果完全太重 我想一个療程 没有问题 是的 看你正重不重 对了 这位朋友叫浪花的朋友 发现你们的音乐编辑 思想进步了 是 都听到新歌 听到新歌和思想进步 都可以 可以 有人赞你 刚才说你不顾听众感受 然后也有的 有人感受到你的感受 这位朋友很有趣 他说 我现在像情竇初开的小女儿 迷上曾追过我的男生 故意迟上班 在路上 撞他 开工 偷看认真工作的他 我想向他表白 又怕他拒绝 哇 那即是怎样 这种心态 这种感觉 应该很美好 但是怎样才能成功 这件事 那是曾经追过他吗 这个男生曾经追过他 现在就好像一个情竇初开的小女 迷回头 但是这个男生曾经追过 证明现在肯定不是追紧 现在不是追紧 他自己又可以上去表白 又怕他拒绝 因为他之前肯定是 怎样 用很硬正的手法 对 搞得他不能下台 对 没有听过你的节目 现在正好 不过你找回我们 也是一个补救的办法 没错 如果是开工的时候 偷看认真工作的他 我相信这个 你们肯定是同一间公司入面的 那你同一间公司的人 怎样追同一间公司的人呢 请留言我们的节目 我们曾经做过一期 我曾经做过 办公室戀情 实在中了什么 不明白 再发展讯 或者发展讯 听一次听不明白 再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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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是从不从这个疗情系列 因为有些东西是挺难明白的 特别爱情的东西 有些东西 有人对我音乐提出这个意见 怎样 他说两位晚上好 是不是男生都喜欢听女歌手的歌呢 因为我发觉你们经常放女歌手的歌 哎呀你这样都被人总结了 哈哈哈哈 这么容易被人总结的 不就是 找些男的那首歌了 下次放些rock的 好 好 对啊 听说Beyond的廣州演唱会下了没有 对啊 十一月十五号 十一月十五号 没错 对啊 可能是星期几 不知道 应该是周五周六吧 下次我真的没认真看 周五我们还可以去看 看吧 对啊 如果周六有怎么办 我们都去看 那听重点 我们在播放Beyond的歌 我们在Beyond的演唱会 现场做给大家听好吗 我用手机 都可以 都可以的 11月15号 不知四周多 会有Beyond的廣州演唱会 应该很棒 因为在北京 很成功的演唱会 就算语言沟通上有问题 也很成功 相信在广州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其实未来很多演唱会 好像Jer倫也会来过 开演唱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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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演唱会 大家喜欢歌声的 不妨留意一下 看来很多病人 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真的吗 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 属于一些 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我们是心理医生 对不对 对 对 你问Premel 我有自闭症 救我威 逗威 逗威 可能这个是好翻的 他说过以前有 以前有歌 现在好翻了 可以了 这位朋友说 两位小朋友好 这句对听了 我对听而已 旁边的不错 我没有大没小 我去年被逼他相看 因为我的条件不好 结果都很随便 没有多狗就订了分 但之后他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 直到现在 之后我打给他 但他也是什么 才是找过他一次的 但都是这个 找过他一次 我们不同城市 我们不同城市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本来想着下个月结婚 但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 完全没有一些感觉 我现在想退婚 你又这么轻易 就和人订了分 因为自己的条件不好 就随便 结果很随便 对方也很随便 答应了我们 11月15日 星期六 有朋友跟你说 星期六 你做吧 你没有那么喜欢Beyond 最多我现场报导 我例牌是不是 你上海 我上海出差 自己唱 对 我现场报导给你听 是不是 你之前 你再对上那星期 你香港 你有没有现场打电话 最先说 没有 就是 你不习惯这样做的 是吗 就是你习惯去现场 我就是习惯去现场 没错 像国庆那样 你也在广州 但也没什么事 轮到你坐阵 是不是这样 再谈 这个朋友幸灾乐和说 11月15日 星期六 你们看不到 我们其他人看不到 很开心 看到的 我们也会看到的 OK 我们经常听我们 一些事一些情 这个节目的朋友 都会知道 我们这个节目 星期六和星期日晚 都会有的 都会有 一般星期六 我们就会 多复一些 email 还有 那些讯件 点讯 对 和大家 轻轻松松 星期六和大家谈谈 到星期日 我们就 应该比较定期 就是一个话题 有个主题 有个主题 分析一下 当大家 在这件事 遇到这件事的时候 大家会如何处理 无论男女 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星期六又是这样分配的 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的 有些朋友说 新听众 说说你的节目 这位朋友说 我们回答你了 OK 那时间 又差不多到这个节目结束的时间了 一切一切情 有Hugo和阿智 最后送一首歌给你们 有一首新歌 挺好听的 什么歌 歌名叫 流浪狗 唱歌的